看这个不锈钢 还有这一个面 这个面没做 这个面上面 没有什么要做的东西 看一下 就有两个尘头孔 还有一个腰形槽 做一下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 相当于就是 先给它开出释放硬粒 然后留的 做第一个面的时候 这里还有外形 还有厚度 全部留的都有鱼量 给它开个粗 然后反面把夹位去掉 厚度留了0.4 然后再用AB胶 粘着精夹工 就有人说 这个AB胶怎么去 因为这个厚度鱼量 还有鱼量 所以就是粘着做的时候 还要洗外形的 大概就是底部留个 0.1到0.2 用一个塑料棒 轻轻一敲就下来了 然后现在反面还没有做 一会儿 做反面 反面洗两个尘头 一个腰形槽就结束了 这个图纸上面 厚度没有要求 看一下 就有两个 H7的孔 它的位置度 正负两条的 零位在这里 厚度没公差 看一下厚度 厚度是 厚度没有公差 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变形 就是先开粗 释放一下硬力 然后留点余量 精夹工就可以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就是坐的时候 稍微麻烦一点 中文件 第二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